喷洒切换拨洒视频要评 首先第一步把机头底下这两个航空头的线拆下来 这个绿色和旁边这一个 这两条线一条是雷达的线 一条是流量计的线 其中这个绿色的是仿地雷达 它是在这边的 然后这个黑色的是流量计 也是在左手边 到时候插回去的时候不要插错了 拆完刚才这两条线以后 再把这条水泵的连接线拆掉 拆下来 这样所有的连接线就完全断开了 拆完连接线以后 把四条水管断开 然后后方还有两条 然后后方还有两条 拔开 下面一张药箱开出 首先药箱这个料酒开关面向我们 然后我们拿到小盘 首先把这个开关拔开 拔开以后 我们把出现的这一端面向我们 然后向右倾斜45度 然后将放到料酒上 然后顺着时间踏紧 旋转锁指销 将甩盘卡在料酒上 然后将料酒提起 放到水银上 可以开关 这个昌明的开关是在前方的 不要装错的方向 下面开始接线 这个蓝色的护套 是高撒团的线束 首先我们把防水防尘开关打开 然后把这个开关 把水泵的这个插头堵起来 防止在使用过程中进入泥沙和水 造成短路损坏飞机 下面我们将拨撒器 拨撒盘和这条线束 连接到一起 好,连接完成 倒开遥控器 打开飞机 打开飞机 能连接好以后 准备好飞机 先需要对这个波撒器进行设置 然后先选拨计 然后往下滑 找到飞行器类型 首先我们找到这里 更改飞机 更改飞机类型 波撒机 确定 需要重启飞机 确定 关机 然后再开机 然后退出 再找到波撒器设置 这个 首先第一个信号模式 一定是看信号 不要选择PWM 然后K值 四个K值不要随意修改 修改之后会不准 然后我们装好之后 一定要首先要去皮 归零校准 现在它的重量显示是一公斤 但我们药箱里实际上 是什么也没有的 就是说需要去皮校准 点击去皮 我们点击完去皮校准以后 回到原来的重量这里看一下 现在是0.01 就是接近0了 这就说明去皮成功了 去皮完了以后 我们要把这个 称重模块的这个 工作模式改为波撒 这个波撒模式的修改 每次飞机通电 每次开机都要重新设置一次 因为它没有记忆功能 只要飞机断电 它就会关闭了 所以说每次通电 你只要是波撒的话 就需要点一下 在这里 调整前 我们需要加入料斗里 足量的准转 种子的重量大概在30公斤到40公斤 如果加的过小的话可能会造成种子用完了 然后会校准失败 在校准过程中 为了避免浪费 我们可以在波撒盘 波撒盘底下 装一个这样的纸箱 把波撒出来的种子再收集出来 然后 但是这个箱子在摆放的过程中 一定不要跟药箱有直接接触 因为这样会导致这个称重不准 下面我们点击流量校准 下面我们点击流量校准 我们点击流量校准备 我们点击流量校准备 好 校准成功 点击确定 好 按下 有点好 个人 更好 快